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说 男人越老越吃香 女人则越老越赔钱 这样的现实原因 其实就是上了年纪后的女人 多半不再那么自信 心也被现实淹没了一半 只要自信多一分 埋怨少一分 更年纪后的女子也一样可以活出自己的气势 那么 女人真的越老越不值钱吗 董明珠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造了千亿格力传奇 持续上演超预期审话 书写逆势飘喉市场传奇 王金花 中国第一代文化经纪人 如今活跃在娱乐圈的经纪人 多半是她的徒子徒孙 张传美 范冰冰母亲 帮助冰冰打理工作室事务 为冰冰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之所以说 女人越老越不值钱 无非是人们觉得女性更容易衰老 在外貌层面贬低女性 事实上 恰是岁月的沉淀 使得女人更加沉着 更有气质 社会的偏见使得女性越发自卑 以为圣女就是社会的残刺品 受到冷遇 而男性同胞在性别歧视中获得满足 自以为高人一等 其实 她们只是害怕女性的财富和地位超过自己 下面这几个生肖女 四五十岁 容颜不老 甚至老爷来吃香 晚年富贵 生肖虎的女人 如果说女人四十是一枝花 熟虎的女人四十岁就是一棵树 而且是棵不绝不扣的摇钱树 熟虎女天生信和坚定 坦率正直 对自己的目标追求不懈 永无力不从心之语 别的女人到了中年四十岁 都心甘情愿做个主妇 少为事业用心 她们却相反 不仅以一己之力撑起家人幸福 孩子将来更会发挥出自己全部的智慧 中年照样赚大钱 四五十岁的生活依然充实 也使得属虎女人 容颜难变老 财运易不倒 几岁都是富婆命 生肖猴的女人 女人感性终究多于理性 唯独属猴的女人 能将感性和理性结合得很好 她们的性格虽然很善变 但能看到正反两面的结果 因此做事情十分稳健 圆滑而八面玲珑 年纪上来了也不怕 照样可以活得漂漂亮亮 属猴的女人 就算真的到了四五十岁 不但依然顾家 而寒姜更有事业心 不放弃把自己打扮得得体大方 更会用心经营好事业和生意 没有自己做不好的事情 别人再寒酸也好 就她们时刻光鲜亮丽 残允十足 比老公寒会赚钱 是个有风情 更有才情的女人 一生越老越吃香 生下龙的女人 属龙的女人 总有与众不同的气质 别的女人或许介绍着很多事情 然而属龙女却是个例外 她们心胸坦荡 心无负担 一生为自己而活 并且一定可以活出自己的特质 因此年年岁岁花相似 属龙女人却有岁岁年年 不同反响的气质和魅力 四五十岁又怎样 丝毫不影响她们的大气从容 尊贵自信气质 天生中看更中用的她们 自信坦率 反而不变老 事业运势还能随着年岁而水涨船高 龙虚越长 财虚越长 四十岁之后还能发笔财 无论对老公还是对孩子来说 属龙女都是难得的无价宝 生肖牛的女人 生肖属牛的女儿 性格忠厚老实 永远都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吃饭 不会投机 多走点小弯路 经过了自己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打拼 也能给自己打拼下一番誓言 自己赚钱能力越来越强 生肖牛女也是很节俭 不会乱花一分钱 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有这样的赚钱能力和守财力度 生肖牛女只能是越老越吃香 越享福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